患上肿瘤别慌 想要多活几十年 记住这两件事 很多人在患癌后都特别恐惧 觉得自己的病情已经没救了 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癌症 而今天徐主任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想要多活几十年 应该怎么做 赶紧记下下面的两件事 第一个 吃饭 好好吃饭是生活下去的一个根本 尤其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 吃饭跟吃药是一样重要的 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 根本没有机会和癌细胞去抗争 而且俗话说 人是铁 饭是钢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在吃饭方面 我们可以多吃米饭 早吃面食 面食容易生湿 生热 生痰 另外 肿瘤患者一定不要 胡乱的去吃一些保健品 因为一般中药调理的汤器里面 都有抗肿瘤的成分 完全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保健品 又贵又没用 第二点是抗肿瘤药 从确诊肿瘤那一刻起 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都要做长期吃抗肿瘤药的准备 这是对抗肿瘤的有力武器 我是你的医生朋友徐伟 有难处别慌 我拉你一把